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或者是债务从主 债务从主是什么意思呢 你欠我钱 欠200万还不上了 只还我150万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就是债务从主 那么你也可以拿什么 拿你的固定资产 拿你的库存商品进行偿还 还包括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我买你的股权 买你的实质性金融资产 那么以及把你这个企业 全都给合并过来了 或者是原来我这一个企业一分为二 变成两个企业 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企业从主的形式 大家注意 你们在学企业从主的税务处理时呢 这些形式不用展开去把握 听一听就可以了 它的共同标签 就是日常经活动 以外发生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想没想过 说我买你这个企业的股权 买你这个企业的实质性金融资产 甚至把你这个企业给买过来 整体都买过来了 你的资产 你的负债 我都买过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买东西 是不是就要怎么的 就要花钱呢 我买个冰箱花两千块钱 对吧 你叫这个两千块钱 叫花钱 叫我的成本 那么还有一个挺高大上的 说法叫对价 支付对价 获得了这个什么 冰箱的所有权 那么对这种企业从主来说 我们买股权 买资产 买这个企业 那也设计什么 对价的问题 对吧 也其实对价的问题 那么这个对价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什么呢 叫股权支付的方式 一种叫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么这块 大家从企业 从组的定义的知识点的角度来说 要能够充分理解 什么叫股权支付 什么叫非股权支付 举个例子来说 我准备买你这个企业的一项实质性进行资产 我叫什么呢 叫做资产收购 那么咱俩谈好的价格是多少呢 谈好的价格是100个亿 100个亿 那么这时候 我就要给你100个亿 我才拥有了这项资产 这就是我们说咱俩交易要完成的一个资金结算的方式吧 那么我100个亿 我可以给你100个亿的现金 那么这100个亿的现金 就叫什么呢 就叫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么除了现金这种非股权方式以外 还包括像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那么以及本企业或者我的控股企业的股权 或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 不是我这个企业的 或者我持有别的企业的 这种有价证券 或者我的存货 或者固定资产 其他资产 以及承担债务 对不对 说我买你这个资产 对吧 我不给你钱了 对吧 这个你不是欠别人好多钱吗 别人老给你要 我帮你还 承担债务 那么这些支付的形式 它都叫什么呢 都叫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我给你最典型的 就给你银行存款 现金给100个亿 对不对 但有时候我也拿不出100个亿呀 那可能是这样的 我有30个亿给你现金 有70个亿怎么的 我增发股票 我以我自己公司的股票 或股份的方式 作为一种支付的方式 我给你70个亿 什么 我的股票 这样的话呢 你是不是也同意了 咱俩也成交了 那么这种企业从组中 购买换取资产的一方 我支付的对价中 拿我这个企业 或者控股企业的股权 或股份作为支付的形式 那这叫什么 这叫股权支付的方式 听明白了吧 那么这个对我们后边的学习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清楚 什么叫股权支付 什么叫非股权支付 那么这里面的股权支付的股权 指的是本企业或控股企业的股权或股份 如果是本企业或控股企业股权股份以外的有价证券等等 这都跟现金银行存款一样 都属于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么好了 概念大家一定要把握清楚 一定要把握清楚 好了 那么其实呢 这块我稍微隐身一下 大家听懂了 更好听不懂也没关系 你看我们说股权支付也好 非股权支付也好 往往从什么呢 从购买这方来说的 是吧 我买你的这个资产100个亿 我给你30个亿现金 叫做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给你70个亿我的股票 叫股权支付的方式 那么对你来说实际上相当于什么 这种非股权支付的方式 才套现了 才获得现金银行存款了 对吧 所以这个啊 从这个啊 出售这方来说 那就是这个套现了 这个怎么呢 这是没有套现的 对吧 还是没有套现的 是吧 换个角度 也可以理解这个问题 好 那么大家理解股权支付和非股权支付 这个概念不要背 重在理解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咱们来看看 企业重组 它到底如何进行税务处理 那么它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一般性的税务处理方式 一种叫特殊性的税务处理方式 特殊性税务处理需要满足一定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条件 它能按特殊性税务处理呢 我们下一张讲 下一张讲 那么这一张我们主要讲的是 一般性的税务处理方式 那么我们呢 在讲这些方法的时候呢 要跟具体的企业重组的方式进行结合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 就是企业由法人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等非法人 大家注意它有什么特点 那么注意了 法人交什么 交企业所得税 适用于企业所得税法 而我们在前面说的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 它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发生了根本性的这个变化了 对不对 或者是一个企业 把它的登记注册地 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 转移到境外了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它实际上都发生了什么 性质的改变 性质的改变 所以典型的 由企业所得税税人 变成了个人所得税税人 所以这时候这种企业重组 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形式的改变 那么怎么处理呢 结束一个旧世界 开始一个新世界 也就是要视同企业所得税金清算分配 股东重新投资 涉立新企业 听见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企业的全部资产 以及股东投资的计税基础 都是按公众价值作为基础 确认就可以了 那么要把原来那个 企业所得税 比如原来法人 那么该算算算完交清算所得 就交所得税金 然后接着再去按个人所得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所以这叫做变性的情况下 那么按什么 清算分配进行处理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 就是只是发生法律形式的简单改变 比如说我的地址发生了变化呀等等的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叫做什么 叫做微整形 它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对这种发生法律形式简单的改变 就直接变更税务登记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企业的所得是事项 就由变更后的企业什么 接着来延续就可以了 成绩就可以了 当然因为住所发生变化 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除外 你比如我们有针对西部鼓励类的优惠政策 你不带西部了 那这个时候 那么你就不能再享受这个属地的税收优惠政策 那这个当然除外 但是呢 只是简单的法律形式的改变的话 那么就变更事务登记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注意这块理解 变性的情况性质改变了 那么就视同清算分配 法律形式简单改变 变更 事务登记 把这个结论把握清楚就可以了 这块并不属于这一讲中的重点内容 理解即可 接着呢 我们来说说企业债务从组 企业债务从组呢 我们前面实际上也提过这个例子了 我和你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 你欠我多少多少钱 欠多少呢 你欠我180.8万 假和乙呢 就是我是假 你欠我 对吧 多少呢 是180.8万 然后咱俩呢 达成债务从组协议 什么意思呢 这个时候 一方以他的库存商品 这个成本是130万 来偿还这个债务 说白了就是 假如你欠我180.8万的债务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只要给我130万 你的库存商品 咱俩的债务就解除了 就谁也不欠谁了 这就叫债务从组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么作为债权来的一方 是做出让步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啊 谁占便宜了 你会感觉债务人占便宜了 也就是这个案例中的假企业 假企业欠移企业的 是一年前发生的债务180.8万 现在呢 怎么的 假企业拿他的库存商品成本130万去还这个债务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这就属于典型的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 那么要分解 所以他的最关键词叫什么 叫做分解 要分解 要分解 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根据这句话 也就是理解成 对假企业来说 还这个账 不是直接还账 相当于 把这130万的货给卖了 卖多少呢 他的这个商品的市场不含市售价是140万 所以 首先要确认一个资产转让收益 130万减140万等于10万 这就是说的第一步 对吧 大家注意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 那么做适同销售处理 可以作为具体业务招待费广宣费的基础 然后怎么的 然后在非货币性资产 供应价值清偿债务 那么实际上啥意思 就相当于拿存货去还债 市有机关认为不是直接还债 是卖货还债 所以要确认一个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的同时 对吧 那拿这个非货币性资产工人价值清偿债务 那么卖多少了 卖了140万 清偿多少的债务呢 搞定了180.8万的债务 那就形成一个什么 债务重组收益 180.8万减去140万 但这时候没完 为什么没完呢 由于你用库存商品偿还债务 根据增值税的规定 要确认销项税额 换句话说 你导致了 你采用的一种偿还方式 你税负增加了 那这就作为一种什么 作为一种成本 所以债务重组收益 不是140万搞定了180.8万的事 还要怎么的 还要减去一个140万乘以13% 你要确认一个增值的肖项税额 你税负成本的增加 实际上就导致你债务重组收益的减少 所以要减去一个税负的增加 那么算出的债务重组收益是22.6万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分解 大家在体会的过程 直接拿库存商品还130万的库存商品 还这个180.8万的债务 但是在事务机关眼里认为 卖货 有资产转让的收益 这个可以作为一有招待费 广泉费的机会 还钱 卖了140万之后 还钱 还钱由于选择这种债务重组方式 导致税负的增加 所以这时候形成一个债务重组收益要减去这个140万乘13% 那么是22%加在一块交税就可以了 交税就可以了 听了吧 那么这块呢 大家注意 这就要分解 这是最美关键词 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应当分解为相关的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 以及以工人价值清偿债务两项 确认这个资产所得的损失 那么这块大家注意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这条选择题的话 其实就是你这个企业搞定了180.8万的债务 花了多少成本 那这个差就是你赚的成本多少呢 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代价是 我的库存商品130万成本 然后还有一个税负的增加 我拿这两项成本搞定了这么一件事 那中间的差额就是我赚的 如果你不分解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可以选择题这么算 都更快一点 但你一定要知道分解这个道理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大家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对债权来说 你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 低于债权计税基础的差额 就是什么债务从组的损失 对吧 那么对债务人来说 就是刚才那个 这哥们少还了 那么他支付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务 继续基础差额 就是债务从组的所得 对吧 哎 你看他就典型的债务从组所得 对吧 那么这个除了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需要分解以外 那么发生债权转股权 啊 你欠我钱 应该还不上了 对吧 变成股权了 就变成投资了 那么这时候也要分解为债务清偿和股权投资两项业务 来确认为债务清偿所得和损失 所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和债转股啊 在债务从组方式下都需要分解 所以这块提炼出一个最美关键词分解 然后呢 把这道题给我理解把握了就可以了 那尤其是这个140万 是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广泉费基数的 大家要注意 明白了吧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类的从组方式叫做债务从组 要注意抓这个关键词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企业合并分立等从组方式的处理规定 哎 杨老师怎么把它放在一块进行讲解了呢 这就是杨老师说这块学习要注意一个方法 我们教材中 那么他会把各种从组方式下的一般性事物处理规定 分别进行讲解 但是我要给大家总结成一块 那这块呢 用类比的记忆方法就更好理解了 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假如我是一个机床生产企业 我生产的机床正常往外卖 就是日常经营活动发生的 那我卖机床卖给你了 那么卖了100万 我的成本70万 那我就有30万的所得 所以在正常的交易过程中 日常经营活动中 那么我卖方就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有一个卖机床的所得 100万减去70万有30万 那么对你这个买方来说 就跟我们说的家里买个冰箱 要算它的成本 那么会计要算它的入账价值 那对你来说就要考虑你购买这项机床 我卖给你一项机床的这个固定资产的什么 计税基础 那就用到我们前面那一节讲的内容的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对不对 所以对买方来说 研究的是什么 入账价值的问题 是所得税中的计税基础的问题 对吧 会计的入账价值 所得税的计税基础问题 那么好了 现在卖的不是机床 而卖的是我这个企业的实质性经营资产 卖我这个企业的股权 卖我这个企业 全部把我的资产负债全卖给你 就相当于把我合并了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虽然它是一个特殊的买卖行为 企业从组 但是从道理上来说 作为卖的一方 他就要研究他的所得和损失 我卖赔了 还卖赚了 所以卖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作为买方来说 就像刚才说买固定资产的机床一样 要确认他收到这项股传也好 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对吧 或者分离过程中 那么要考虑什么 他的计税基础 那么买方要考虑计税基础 所以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大家注意 买方花什么钱 哪种方式 支付对价的方式 股权收购也好 非股权收购也好 对市优处理方式没有影响 那么很简单 就是卖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结合教材 那就是被合并方 被分离方 被收购方 转让方 卖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买方 就是教材说的 合并方 分离方 收购方 受让方 那么他要怎么办 以工人价值 作为收到股权也好 资产也好 他的什么 计税基础 这就是一个买卖的关系 这就是一般从组方式下 他的什么 他的最简单的 应试的方法 大家要注意把握清楚 对吧 注意把握清楚 对吧 然后我们说说 亏损弥补的问题 那么记录一个结论 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不存在亏损弥补的问题 比如说 你是一个被合并的企业 你亏损了 那我把你合并过来了 那么注意 你的亏损 不能在我这得到弥补 否则的话 亏损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资源了 那么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流动 对吧 不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 所以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不得在合并企业 截转弥补 那么企业分立 相关企业的亏损 也不得相互截转弥补 所以在一般从组方式下 我们说亏损弥补是免谈的 不存在亏损弥补的问题 无论是合并还是分立 大家把握到这种方式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这就是一个什么 记忆的方式 那么我们拿到题来感受一下 看看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说假企业共有股权 一万万股 有一亿股 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发展 就把80%的股权 转让给了乙公司收购 那么按照刚才杨老师说的方法的话 那么这里边的卖方是谁 卖方就是假 假就是卖方 那么买方是谁 买方就是乙 对吧 买方就是乙 那么这块写一个乙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假 这不是假 是不是啊 他把80%股份转让给乙收购 所以乙买假 那么这时候买了多少股呢 乙股的80% 是往上八千万股 八千万股 对吧 他卖给他八千万股 那么这时候 假和乙就在谈判了呀 对吧 谈谈谈谈的时候是这样的 假公司每股资产的计税基础 八块钱 但是呢 这个乙公司要买 那么他们谈好了是每股资产的工人价值 十块钱 那我问一下 这八千万股 那么买方乙公司需要支付对价 说花多少钱呗 是吧 咱们翻一下 多少呢 是八个亿 因为乙股谈好的是十块钱 八千万股 所以多少呢 是八个亿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以公司支付给假公司 哎 支付多少呢 大家注意 说以股权形式支付 七点二个亿 以银行存款方式支付八千万 是不是正好是八个亿谈好了 是不是 那么假如 他们按一般性事物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这个题我们后边还会用到 我们拿一道题解释各种情况 更有助于大家的理解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假设这种情况下 采用一般性事物处理方法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杨老师刚才说的 一般性事物处理的话 对价对计算没有影响 所以不管他 就是 对吧 假 卖八千万股给银 一股收十块钱 所以花了多少呢 花了八个亿 就完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 作为卖方的假来说 就要看 哎呀 我赚了 还是赔了 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你说他赚了赔了 很简单 赚了 为什么 因为他一股八块钱的东西 卖了十块钱 一股赚了两块钱 他一共卖了多少 卖了八千万股 所以是 多少呢 八个亿减去6.4个亿 等于1.6个亿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是吧 一共卖了八个亿 然后成本是6.4个亿 那我有时候是这么做 十减八 一股赚两块钱 一共是八千万股 也等于1.6个亿 这个道理都一样 这俩是一样 对吧 那么对假公司来说 那么这个有资产主要的所得 确认所得 那么对乙公司来说什么呢 乙公司是什么 是买方 他收到这项资产的计税基础 是什么呢 公伦价值 那他俩买卖的公伦价值 就是八个亿 这套戏就完了 就这么简单 卖方是假公司 确认所得合作是八块钱东西卖了十块钱 两块钱乘以股份八千万 就完了 那么乙是买方 收到这项股权的计税基础 就是工人价值 他俩谈好的工人价值 就是刚才说这个八个亿 答案就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跟教材的内容 怎么的 呼应一下 教材内容是这样的 企业股权收购 资产收购 这种重组方式下 那么被收购方翻译 你在考场做这种文字性选择 要翻译 被收购方 卖方 确认 卖股权或资产的所得和损失 所以卖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是不是就是刚才这句话 卖方 对不对 然后 被收购企业的相关所得事实上 原则是让保持不变 实际上就相当于 只买了其中的一部分股权或资产 所以呢 这个所得事实上保持不变 对吧 好了 那么接着收购方 什么 买方 他取得 就是买来了 这个股权和资产的计税技术 什么 工人价值 就是刚才说那个乙 那个八个乙 是不是这句话呀 所以你这用记应不用记 但是出现在文字性选择题 要知道 然后说合并 那么被合并企业和股东 对吧 那就是卖嘛 被就卖嘛 卖的话 就要确认所得税 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这个时候啊 被合并了 我把你合并就没有了 没有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哎 按清算做手处理 所以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 按清算进行所得手处理 对不对 那么买方的合并方呢 我收到了你这个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 我要考虑这个资产和负债寄税基础 那跟刚才一道理一样 那么作为买方来说 是工人价值 确认积税基础 另外一个杨老师说了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 不得在合并企业截转弥补 一般从组方式下 弥补的问题就免谈 是吧 完了吧 用看吗 不用看 所有这时候都打X 都打X 都不用看 然后看看分立 企业分立的话 那么各方又怎么做处理呢 哎 先看被分立企业 我是一个企业 一分为二分成两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被分立企业不就是卖方吗 对分立出去的资产 我们可以理解成 就是卖出去了 所以要怎么做 要确认资产的转让所得和损失 按工人价值确认 资产的转让所得和损失 卖出去了 对不对 那么被分立企业 如果是继续存在的时候 对吧 那么这个股东 我卖出去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股东又取得了对价 那么应当什么 视同被分立企业 分配进行处理 如果卖出去 这个一部分就把分立资产 认为是卖出去了 那么卖出去的话 这时候股东会得到一定的好处 得到一定的对价 那么就视同 他得到了分配 那么又一种情况什么呢 被分立企业 不再继续存在了 一分为二 成立两个新的企业 我不在了 那么被分立企业和股东 都要按什么 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 那么也要确认清算所得 所以卖方也要确认这个什么 确认这个所得和损失 所以被分立方 不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这个卖方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如果卖方不在了 被分立企业不在了 那么这时候 对吧 就要确认清算所得 交清算所得税 所以作为分立企业来说 那是相当于我们说的什么呢 买方那是什么 按公润价值确认 接受资产的计税技术 公润价值确认计税技术 那不就是我们这个表中的 什么 这个分立方吗 那么同样道理 刚才老师说了 一般从组方式下 这个亏损就免谈 所以企业分立 它的亏损 也不得相互截转一步 就完事 用计吗 不用计 要回做选择题就可以 所以要有这样的翻译能力 把这个表格给我记住 一般从组方式下 对价对税务处理没有影响 卖方 被合并方 被收购方 被分立方 转让方 要确认所得和损失 买方 那么就是合并方 分立方 收购方 收账方 那么就像会计确认 入账价值一样 要确认计税技术 确计税技术的标准 四个字 工人价值 就完了 对不对 你看会不会做这要题 你看 企业合并 适用一般性 税务处理方法 看看这个前提 那么你说法 错误的是 说 被合并企业亏损 不得在合并企业 截转弥补 一般从组 截转弥补问题 免谈 这是对的 被合并企业 合并前的相关 所得事项 由合并企业成绩 这个 在资产收购 股权收购过程中 往往收购的是 它的一部分 股权或资产 这种情况下 存在着 所得事项 成绩的问题 对吧 原则性保持不变 但是 在合并过程中 没有这个 什么 被合并企业 合并前相关所得事项 由合并企业成绩 因为这个 比如说 它有很多 优惠的条件 发生改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 它没有成绩的规定 那么答案就是什么 答案就是B 错误的就是B 那C对不对呢 合并企业 公伦价值 确定被合并企业 各项资产的 计税基础 翻一下 那就是 买方 确认 计税基础是 按工人价值 这就对了 是吧 D说的是 被合并企业及股东 都按清算 进行所得的处理 那么被合并企业 那么翻一下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卖方 要什么 确认所得和损失 那么按清算所得 也是一种所得 所以它也是对的 那么答案选B 就可以了 它考试这个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 另外一道题 说依据企业所得相关规定 当企业分立事项 采取一般性 税务处理方法时 分立企业 买方 接受资产的 计税基础 是被分立 写什么 四个字 工人价值 是吧 工人价值 所以这块呢 更多的都是什么 理解概念 然后通过总结的表格 掌握一般性 税务处理的方法 就是买卖的问题 这是一个类比的 技艺方法 能够满足考试的 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考试这块呢 它的考评性 一般 是吧 那么大多数年份 考的都是这种 文字性的选择题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所以大家采取 一种类比的方式 尽可能的压缩 自己的记忆量 那么就需要怎么的 注意这个表格的那种 卖方买方 你考试的时候 给它翻译一下 这个文件 它还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 但从我们考试角度来说呢 把握基本的规定 理解这些 基础性内容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关于 一般性从组的问题 杨老师就带领大家 学习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 来介绍 特殊性从组的 事故处理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